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担心了 难道是要从小开始做起要灌输反核思想吗 龙介怎么看 就像台南市议会的邱议长在教这个小朋友在议会实习民主制度一样 就是当他买票的议长在教小朋友民主的时候 台南市民的这些家长都在打开电视看 有没有我的孩子在里面呢 这个是很哄刺啊 那云豹一样他们做了公司 一家母公司18家公司 那你看到他那个小公主跑得比云豹还快 就是他如果没有出来呛响 大家还不知道有那么多公司 可是新潮流就是厉害 当他看到这后面一烧起来 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候 他把那个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就是台南市的前议员 也就是新潮流的李退之 就一起辞掉 一起辞掉 就像林冲贤在那个续场会一样 陈其中要走了 连他也一起走 为什么 因为后面都会继续烧 因为后面就是官商勾结 好那整个云豹下来还有鹰派呢 鹰派在台南市总共各位要了解 陈凯玲被判了八年 这个金花局长判了八年 这八九百个许可的案场 发电场都是在他手上通过的 然后他被判八年 一个绿电都没有 就跟那个绿能一点关系都没有 另外的案子我们告了以后是这样 所以一般认为说他会被保释出来 然后在九月二十 他已经就被延到九月二十 后来在九月二十以前就判了 判了以后 竟然高院的法官还不准以交保 继续再延压两个月 为什么 因为当时我们就知道 搜索到他的时候 不但有充气娃娃 不但有现金 他里面还有很多光电的东西 所以那些还在厘清 那到底是人家不是 你们不敢搬还是不搬 还是在等 各位他们在等风向 等起风 如果继续在野党 没有办法超越赖清德 那民调没有办法迎头赶上 如果你不想让这些绿能 实陈大海 这些弊案实陈大海 唯有轮替 只有轮替了以后 这些检察官就会出手 所以在他们在那边 本来台南市叫做五岳天 就是五家天字辈的 我们所有工人一看就知道 五岳天哥你也在穿 后来洪辉讲的 他们又增加了四家天字辈 就变成九天选拟 现在就九天选拟 背后就是整个跟鹰派一系列牵扯在一起 所以不是只有青潮流在住 连鹰派也有 青潮流加上鹰派 共同掌控了台湾绿电